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走进航海的世界 走进航海人的生活 上一期节目的片尾 大家也看到了 吃完饭之后的空盘子底下 鸭油几张钞票 为什么要给钱呢? 这些钱是谁给的呢? 又是给谁的呢? 咱们这期揭晓答案 你肯定猜出来了 是饮水源给的 因为咱们这期的标题里面 有饮水源三个字嘛 对吧 这里顺便说一下 如果您是刚来我的频道 或者还不知道饮水源的概念 就请翻看一下我早期的节目 标题是揭秘船舶饮水源 这个鲜为人知的航海之夜 看了之后 你就会对什么是饮水源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如果还想进一步理清船长和饮水源之间的关系呢 就请翻看我另外一期节目 标题是 长次轮船长负全责 船长的绝对权力并未行使 这一期 当然我在这里也简单的再说一下 饮水源就是港口当局指派的 协助船长进出港口 靠离码头的工作人员 这是饮水源的概念 那他和船长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 在他临时指挥 操纵船舶的过程当中 并不解除船长的责任 也就是说船长要负全责 那好 有了这些个基础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聊了 继续刚才的话题 聊一聊那些散碎的银两 所代表的含义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一点 这一顿饭到底是谁吃的 这个很重要啊 那我们说船在靠离码头的时候 并不一定就得是非就餐时间 任何时间都可以靠离码头 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时候 比如说水道比较长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 那这时候饮水源在船上就餐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当然了这里解释一下 我这个画面啊 是在疫情之前拍摄的 现在疫情影响之下 防疫要求之下 基本上也没有外来人员 愿意在船上就餐 我们呢也不希望外来人员呢 在船上就餐 所以说当时的这顿饭呢 肯定是饮水源吃的咯 那肯定不是我吃的了 那这些钱呢 是谁给的呢 我们推论一下就知道 那肯定是饮水源给的小费啊 那肯定也不是我给的呀 大家想想看这个道理 他吃完饭 他给小费 如果反过来 他吃完饭 我去给小费 好像没有这样做的吧 这不是冒傻气吗 这再说了 我又没钱 所以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 饭是饮水源吃的 钱是饮水源给的小费 那这里要说明一下呢 饮水源在船上吃饭呢 除非他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有忌讳的食物等等 那一般来说 船上吃什么呀 他就跟着吃什么 不需要特别制作 那这餐的餐费是谁负担的呢 是船公司负担的 也就是说吧 对于饮水源来说 他是免费就餐的 那对于船员来说呢 也不用掏自己的腰包 也不用掏这个伙食费 你先给他吃嘛 完了之后 传统公司呢 你按伙食标准 给你报销的 船上也没有损失 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小费呢 那这小费是给谁的呀 因为这是一种风度 一种怎么说 一种范儿 他认为啊 自己被服务了 那有人给他端上来饭菜 他吃饱了 完之后又有人帮他 把餐具收走 那出于礼貌 出于风度 他就留下了小费 那这个小费 当然是给服务于他的 那名船员了 对吧 谁给他端饭上来 他就给谁呀 这个钱之所以被称为小费 那一定就不是强制的 是完全出于自愿的 也就是说你不给 也没人说什么 但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在欧美的港口 遇到这种情况呢 还是比较多见的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到欧美国家去旅游 在当地的餐厅就餐 当你结账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一个选项 要加多少 百分之多少的服务费 如果是说跳过这一项 人家也不会说什么 他一般来说呢 也都会给 这当地的一种习惯 一种文化习惯 那还有呢 就是有的饮水员上船 给船上带当地的报纸 杂志 带一些个糖果 饼干 小吃等等 也有给红包的 钱不多啊 但是都是当地的崭新的货币 一定是很新的那种货币 让它塞在一个小袋子里边 大概多少呢 折合也就十几二十美金左右吧 人家说的是非常客气 欢迎来到某某港 您可能呢 没有当地钱 这点博资 作为您的车费 去银行呢 就可以换钱了 非常客气 然后双手奉上 凡此种种呢 其实就是一个目的 饮水员是想和船长 船方 有一个非常愉快的 合作的开始 那节目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所听到的 全部都是美好与相和 柔情蜜意 你弄我弄 手拉手一起搞合作 可是这个事实呢 并不全都是这样的 有些国家和地区 其中的某些个别的饮水员 他根本就搞不懂 双方的关系是怎样的 也摆不清自己的位置 同样我也有很多 这样的经历 咱们就举几个例子吧 都是我亲身经历 真实发生的 那咱们就开启故事模式 有一回呢 我到了某国某港 咱们就不点名了 这个饮水员上来之后啊 就把一个特大号的一个背包 往前面一放 那牛头跟我说 船长 你要不要安全啊 我说要啊 当然要安全了 他说那行吧 他就指了指他这个书包 准备50条烟 我当时一听啊 差点没给气乐了 什么呀就50条 一整箱烟哦 哪个哪儿我就给你一整箱烟 大家想想看 一条烟咱们按15美金算 那50条呢 就是750美金 你这玩笑开大了吧 这狮子大张口的 好家伙 你可是真敢开牙 我说你看这个船 他还正在开着呢 咱先靠好码头 靠好再说行不行 他那个意思 让我现在就得给他准备 我说那不行 你没有安全靠好码头 你将一条烟 你也拿不到 对吧 所以赶紧 好好开船 他一看我这个态度 也是比较强硬的 他还没什么办法呀 那就先靠码头吧 那大家想想 我在这个过程中 那肯定是打起 12万分的精神啊 小心翼翼 最后呢 是终于靠好了 那靠好了 我可就不怕你了 坐住了 坐下来 慢慢谈呗 我是从一条烟 开始跟他起谈的 你漫天要家 那我就坐地还钱了 给他摆事实 讲道理 自时至终 态度和蔼 慢挑思理 反正我不着急 咱俩就耗着呗 有本人你跟我聊到半夜 看谁着急回家 长话短说吧 最终呢 那肯定是把他打发走了 那大家猜猜看 他到底最后 拿了多少条烟呢 两条 就两条 走了 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呢 还嘴硬 说船长 船长我记住你了啊 我说谢谢啊 彼此彼此 我心说你吓唬谁啊 你记住我又能怎样 再说了 你转天 肯定就把我给忘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两条烟 对他来说 已经很划算了 不过我记住他 倒是真的啊 大家看到现在 我还没忘了他呢 再举一个例子吧 是离港的时候发生的 某国某港 某年某月某日 这个银水呢 就上来了 那初次见面 肯定都要打招呼啊 是吧 Hello啊 Good morning 什么的 我一打招呼呢 我一看他还不理我 眉头身锁 做沉丝庄 又我一看这人 怎么了这是 怎么苦大仇深的样子呢 我说 银水先生 我说我们都准备好了 咱们可以接揽 成离码头了 他在那 吭吱吭吱 吭吱了半天 跟我说 船长 你给我四十美金吧 得 又碰上一个火宝 哎呀 当时我心里边 我心说 还给你四十美金 你怎么不说 给你四十个亿呢 那多过瘾啊 哎呀 我都没理他 我都懒得问为什么 他那掺着我 跟着我 哎 船长 你看我 不找你要烟 我呢 也不找你要酒 我心说 那就要钱啊 嘿 你这也叫理由 他你看 我什么都不要 你给我钱吧 这时候我才明白 他为什么上来 眉头身锁 做沉丝状 原来他在计算 怎么合适 咱们还是一条盐 十五美金算 那两条盐 就是三十美金了 等于他还多找 我要十块钱 哎呀 我心里想 我说这都什么玩意 怎么张嘴找人家要钱呢 我说没钱 没钱 他说船长 我们同事 我听我同事说的 他说他昨天 就收了四十美金 所以你也得给我 我说你同事 在哪收的四十美金 他说就昨天的那条船 我说那你去 昨天那条船要去 我这没有 那饮水 看我不给钱 肯定就不乐意了呗 冲我摔帘子 还冲我绝嘴 我先说你绝绝吧 绝累了你就不绝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啊 双方就僵在这里喽 因为他要钱 我不给嘛 那最终 又演变出什么结果出来 那这位奇葩的饮水员 会不会如愿以偿的 拿到那四十美金呢 那我们船能不能安全的离开码头呢 咱们下期接着讲 那好 这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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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